2015年的夏天应该是 我叫黄潇云 来自贵州罗电县 不一族 我相信只要音乐一出来 我就会把我身体里 全部的能量都爆发出来 你的梦想是什么 能有自己的作品 然后成为经典 但是我知道现在离这个梦想 还是很遥远的 我会努力长大 完成这个梦想 不管结果怎么样 我会继续地努力 然后学习 一直唱下去 然后考上中央音乐学院 就是老师您的 您毕业的学校 大家好 我叫黄潇云 今年19岁 来自中央音乐学院读大二 来吧 反正 我手拿起你 拥手放下你 你 不是 你 妳今天可以站在這種舞台上 讓我們所有人都要認可 我覺得妳的水平已經非常好 我要把該屬於她的給她 這麼大波龍出來了 她已經控制妳來了 不管是以感動的方式 還是以震撼的方式 妳只要聽這種耳朵位移豎起來 就是對的 妳值得一個更好的舞台 更遠的路 我覺得 我就像剛剛的那首歌一樣 那時的光 萬物在生長 未來在閃著透明的光 這樣子 我還年輕 我是不會放棄的 掌聲 有請黃蕭芸帶來的 少年她的奇幻漂流 我覺得蕭芸她是一個超有天分的一個歌劇 其實在我心裡面蕭芸是一定都在成長 她每一期帶來的作品 都能感知得到她的進步 而且是越來越厲害 我覺得她未來會成為一個非常非常頂尖的歌手 她現在擁有最好的時間和最好的年齡 她在她最好的時候遇到了這樣的一個很值得她去思考和學習的一個經歷 我覺得對她來講是特別特別大的生活 這首歌是對我意義很大的一首歌 包蛋 Gl에 十六歲的時候 是我第一次上舞台演唱 然後唱完了這首歌之後 被一些老師發現 會跟我說 天哪 好像在台上還是 還可以發光的 那一次之後 我其實又更堅定了 對那些音樂的喜歡 這次來唱這首歌是 因為我真的不想再留下雨漢了 這首歌我一定要唱好 我覺得我能夠站在這裡唱歌 就很重要 在歌手這段時間 絕對是我到現在為止最快的 成長最快的一段時光 我覺得這是我成長 非常飛速的一個階段 有這些經歷就足夠了 現在我回去要更加的努力 讓自己不能挺下腳步 我熱愛音樂 也相信只要朝著熱愛的方向走 總會迎來坦蕩的光明 今天請聽我為您傳唱 就想著以後一定要努力 出更好的作品來讓大家看到我的進步 看到我的成長 對粉絲說的話有很多很多 但是我覺得你們最想聽的應該就是我的作品 所以我覺得我接下來我會繼續努力 出更多的作品來反饋給你們 這就是我想對你們說的話 謝謝你們支持我 我會努力 那天